夏日里就要秀出自己的好身材 运动健身自然必不可少 而明星们也有不少自己的运动妙招哦 一起来了解一下 7月8日一早 某运动品牌亚太首家旗舰店在上海盛大开幕 品牌代言人王德顺宋茜也是奇奇惊喜现身 并率先在这家及实体零售 健身体验以及生活空间与一体的新店里逛了起来 这买买买自然是女生的强项 巧宋茜当天也是逛得日如兴奋 除了玩的一手好搭配这球鞋涂鸦能力也是棒棒的 说起自己当天这一身运动装也是青春活力十足 大家也不妨可以pick起来 像是我今天搭的是一件运动的外套 然后搭一个裙子 然后用下面搭的是一双那个复古版型的那个网球鞋 就是像这种版型的鞋子 其实就是不管是你穿裙子也好 还是做运动的时候也好 还是穿牛仔裤也好 都是很好搭的 那除了运动装要美美的 选择正确的运动方式也非常重要 从前在采访时也是大方分享了自己的健身心得 推荐女生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 跳舞瑜伽都是不错的选择 一直保持着最好的状态也让宋茜更多了在事业上打平的机会 因为那样练出来的肌肉 女生练起来就男生练起来会觉得很厉害 但女生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建议去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像跳舞啊 或者是瑜伽啊 或者是普拉提啊之类的 打打拳也不错 一直保持着最好的状态也让宋茜更多了在事业上打平的机会 此前热播的解爱千岁大人的初恋就引发收视热潮 宋茜所扮演的官皮皮也是引得了不少赞誉声 不知道接下来宋茜会带给我们什么工作上的新惊喜呢 当然希望能够让大家喜欢啦 但是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关注 其实还蛮开心的 其实此前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还蛮开心的 然后以后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好的机会 好的角色好的作品给大家看吧 接下来我正在准备专辑的一些后半部分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也会继续拍戏的 那接下来是什么戏能够我们分享一下吗 而且大家看你眼睛有进步 应该就好像 接下来什么戏应该还不能透露吧 新戏还没有官宣 所以不方便透露太多细节 不过宋茜也说了未来她在角色选择上会更慎重 希望在每个角色上都能有所突破 至于最最想挑战的还是她心心念念的反派了 其实想挑战的挺多的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挑战过 那我希望 我一直都说 希望在我经验足够丰富的时候 我想要挑战一下反派那样的角色 应该蛮好玩的 相比宋茜的年轻活力在事业上保持着冲劲 王德顺老爷子则更多了些童心未敏 说起运动健身的心得 她的亲身经历无疑是最励志的故事 我是50岁开始进健身房的 开始是为了我的工作 健身是为我的工作 因为我过去是演话剧的 演话剧是靠语言来表达的 靠语言来表现人物的 后来我突然想演哑剧 那么哑剧需要有很好的心体功夫 需要起码身体要很灵活 能够随心所欲的支配 所以这样呢 你就起码的要有舞蹈演员的基本功 那么我从50岁开始吧 就开始练舞蹈演员的基本功了 这是为了我演哑剧 哑剧演了10年之后 我又开始演活雕素 活雕素呢 需要身上有肌肉 那么我必须得去健身房 练肌肉 所以呢 我这样总结下来呢 我这一辈子都在健身 都在运动 所以对我来说呢 健身这个 最初的目的呢 是为了我工作 但是后来呢 我觉得我受益匪浅 我到80岁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灵活的身体 那么完全都是靠健身获得的 80多岁的王德顺老爷子 精神绝朔 依然活跃在各种舞台上 新倚天屠龙记的拍摄 刚刚杀青 据说老爷子在剧中 各种动作可都是亲自上阵呢 张三丰呢 是武林高手 是这个 太极的创始人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要演这个张三丰呢 我必须要会太极拳 也必须会练太极剑 这些个呢 都得益于我这些年来的运动 有这个身体条件 我80多岁了 还能够打太极 还能够耍太极剑 这是这些年的运动积累的 否则的话 那都得找替身 那就期待两位的新作品啦 上海报道